来看招行运迹 显示第二季是纯粹一个规模 即是收息的资产加得比较快 令到净利息收益的情况是预理想的 但如果回到当中的息差问题 其实第二季比较第一季 我刚才说过了 其实是有些收窄的 证明内地利率整个市场来说 对于内人股来说 今年第二季是从量推动增长 而不是利息收益方面 如果在招行的情况 如果看回在四大行的情况下 大家知道四大行的贷款规模更加庞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的增长是基数问题 一定不及招行 基数已经这么大 要再一个一成多两成多增幅 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在正式差 有点收窄的话 我预计可能对内人股来说 利息收益方面 增长未必像招行那样 有几个理想 所以我刚才提到 招行一向都是在内人股当中 走得比较前逆 或者是市场比较喜欢的内人股 所以其实股值上是最贵的 我觉得对于四大行来说 这个业绩可以反映到 内地今年的商务能经济 继续恢复向好之下 其实它的业绩应该不会太差 但问题是 它们的经济度 尤其是招行出来之后 比较好 但对其他内人股来说 可能是很中规中矩 对它在正利息收益方面 增长会继续的 但可能这些人会关注 比如刚才提到的 坏市场方面 会不会有少少改变 以往一直改善的情况 正利息收入的正式差 会不会有少少向下的压力 或者 它之后股的层次 是如何去展述 它接下来的季 即是现在的季 那个情况 可能大家也要观望 所以我觉得 内人股四大行出现 它可能会给大家 一些稳定的股价走势 但你说 是否业绩出现出来很好 或者比较好 然后可以有升跪 其实这个难 因为过几个星期的节目 我也多次提到 市场对于中国下半年经济 其实那个情况 那个展望 是比较倾向 开始是少少审神的 所以在大违环境之下 四大行作为内地金融业的龙头 在大方向之下 没理由在下半年 都会逆市不停向上 超级热门 多用一个方向之下 再会呢 再会一次 超级热门 皮尔寨 在地面 每这样就停向上 等下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